现在得到的资料很零碎, 当然很多资料都看到确实水灾很严重, 这湖历史上最大面积变了, 各地都有一些零零碎碎的图片录影片出出来, 但很有趣官方似乎无发放统一资料, 也不见到中共管理层中央政府管理层 他就着水灾讲些甚麽事, 视察去领导救灾这些东西, 这跟以往历任的总理包括朱镕基、 温家宝、胡锦涛这些全部都会在水灾现身, 但到今天只见到一个李克强曾经短暂出现过, 其他亦都无发表一些很重要的讲话, 但图片和影片回来真的很严重, 亦都可以想像今次的水灾规模相当大, 亦很多地方破了以前最高历史高位, 影响都相当深远, 现在只是刚刚踏入七月月中之后的下旬, 即是说中国农业生产的高峰期应该在这个阶段, 但现在你看到整个江南这些鱼米之乡地带 都受到很严重的损害, 有一个事实需要这些承认, 中国人口更多, 而且因为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和发展, 中国已经不是一个能够在农产品自给自足的国家, 它现在有三分之一, 未过三分之一, 接近三分之一的人的粮食是要透过进口的, 但你都要保住国内大概三分之二以上的农业生产才行, 但现在在生产高峰期出现一个这么严重的水灾, 意味着下半年收成会大幅度降低, 所以估计今年可能现在初步我个人估计, 我自己个人估计今年国内农业产品的总产量, 可能达不到满足人口的一半需求这个指标, 即是说中国除了可能出现一个短期的良方之外, 它真的确实要加快或加量向海外扣入粮食, 但在现时的气氛下相信要短时间做到也不容易, 所以令人担心了两个问题, 第一就是说粮食短缺这个问题, 会不会在未来下半年, 特别下半年的下旬会出现食物紧张, 甚至出现部份地区的粮食不足这个问题, 这是第一点,第二现在水灾暂时都不知道何时会完, 因为降雨高峰期都未到, 所以这麽大规模水灾之后, 自然会出现一些后果包括传染病, 包括现场清理,包括善后, 但现在很多地方政府都不够钱, 其实随着年初的疫症, 以至中国在国际社会受到围堵这个结果, 其实很多地方政府已经因为收入不足, 再加上企业平产而造成收入不足, 我所知有一些地方政府已经要强制那些, 在当地投资的企业, 国内企业也好外资企业也好都要半自动捐款, 即是说反映地方政府不够钱, 即是说这些不够钱就是维持它正常的营运, 都未讲救灾, 未讲因为粮食脱产而造成后果, 所以我觉得这次这麽严重的水灾, 虽然我们未有一些很具体的数据说明严重性有多大, 不过如果看到卫星全来的画面, 相信问题都几严重, 如果我估计没错, 真是最后结果今年总农食粮食产量达不到总追求的三分之二, 甚至只得少于二分之一, 未来那半年国内的情况就很难估计, 除了说因为粮食不足, 清理善后可能出现的传染病这些问题要处理之外, 甚至出现一些地区性的政治不稳, 社会动荡这可能性都存在, 所以这是现阶段在无什麽资料底下我们推算, 当然我们有时会觉得近这一两年那种战狼外交, 以至近这大半年那种处理香港暴乱的头发, 以至在国际社会面对疫情那种手法, 其实不是很正路, 这都是自杀式的政治, 但是一方面可能真的涉及二十大人事部署的斗争提前来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也是事实上跟中共高层那种领导过于自信, 无坚守邓小平所讲的韬工养晦, 这个原则也有关, 造成的结果是处处处敌, 现在最大问题是真是面对一个那麽多问题, 再加上水灾可能造成梁芳, 我们估计是梁芳, 梁食短缺不是梁芳先, 中国更加需要向世界各地保持一个较为友善的关係, 但是中国很多食品第一就来自输入, 而其中一些主要输入地譬如美国, 特别是大豆,粟米这些, 而其中另一个很主要的流食进口来源就来自澳洲, 但对澳洲的态度实际上将之惡劣, 因为可能实际上过往太容易太顺滩, 所以搞到澳洲现在都用一套战狼的方式来回应中共, 而中共似乎本能性用一些威嚇的态度, 如果你参与制裁给香港人救生艇的话, 你就要付出代价, 甚至不让游客过去都讲, 其实这些做法未选人才选自己, 如果真是跟澳洲骂的话, 即我收选亦都很容易在很多原材料, 食品的进口上受到损害, 不得而触, 总之现在这套策略事实上是处处树敌, 令到自己没了朋友, 令到自己有问题要找人救, 都可能要出多几前欲紧都未必可以, 那香港作为世界各国, 观照北京, 或者观照国内发展的窗口, 你都自己打残它, 如果香港作为一个重要的金融中心, 亦都是中国唯一一个金融中心, 出现了什么问题的话, 事实上亦都可以可大可小, 因为根据一些统计, 中国去年取得的职业开会投资, 有70%来自香港, 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 美国不用宣布要跟港元脱欧, 它只要限制香港金融机构, 使用美元的自由度的话, 它不需要脱欧, 你自己都会塌了, 香港联系汇率, 香港联系汇率会塌的话, 当然最首先受到严重损害的对香港, 但是跟着下来, 我相信大陆都会受到很大的损害。 预言中的2020庚子年, 将会发生瘟疫、洪水、干旱、 饥荒、政变、大规模死人。 首先我们看一下地幕经, 关于庚子年的预言。 诗曰太岁庚子年,人民多暴醋。 武汉肺炎导致非常多的人突然暴毙, 第一句已经应验。 春夏水淹流,秋冬贫饥渴。 预言今年春夏天将出现洪水, 秋冬将出现饥荒。 高田游击半,万道无可割。 说的是农业遭受打击。 秦淮足流荡,武楚多劫多。 秦淮河主要在江苏省境内, 表示那里有可能会有很多无家可归的人。 古代的武楚地区, 大概今天的两湖、两江、浙江地区, 有很多的抢劫、争夺。 现在已经有新闻报道, 各省武警有抢口罩的新闻。 如果瘟疫持续,这种现象会更多。 2012年有一则预言流传出来, 预言很长,我们只选取其中几段。 烈火断氧,人窒息,火到之处,雾成灰。 2019年,澳洲、亚马逊、加州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大火。 猪瘟在前,醒世人。 就是2019年非洲猪瘟,导致中国肉价大幅上涨。 麒麟在后,将人收。 麒麟指的就是武汉肺炎。 笔者认为,麒麟谐音,气铃。 而武汉肺炎通过空气传播。 人为灾难何时休,洪水滔天万古流。 这句预言有滔天洪水导致很多人死亡, 而这场洪水主要是人为造成的。 这几年一直看到三峡大坝变形的新闻, 如果今年的洪水在长江,三峡大坝又是豆腐渣工程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这和蒂姆经语言的春夏水淹流一致。 金陵塔碑文中写道, 遗气杀人千千万,大洋残暴过豺狼。 这里的遗气指的是武汉肺炎。 繁华市遍汪洋,高楼阁遍泥港。 这里是预言将有大洪水发生。 父母死难埋葬,爹娘死儿孙扛。 万物同遭结,虫乙亦遭殃。 这是大洪水之后的惨状。 现在我们看刘伯温碑记语言说。 若问瘟疫何实现,但看九冬十月间。 据BBC报道,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12月1日公布首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患者发病。 合理推断,这个病毒最晚也是11月出现。 这正应验了瘟疫的出现时间。 预言继续说。 还有十愁在眼前。 一愁天下乱纷纷,二愁东西饿死人。 三愁湖广遭大难,四愁各省起狼烟。 五愁人民不安然,六愁九冬十月间。 七愁有饭无人食,八愁有衣无人穿。 九愁十体无人减,十愁难过,诸鼠年。 后面的内容很好理解,这里不做过多解释。 也许有观众会说。 这些预言的作用就是吓唬我们的吗? 他有没有说什么逃离瘟疫的办法呢? 其实,这恰恰是预言的作用。 我们看到准确预言武汉肺炎时间地点的刘伯温碑记预言的最后说。 七人一路走,引诱进了口。 三点加一钩,八王二十口。 正体的真字上面是匕首的B字,很像七字。 下面的一撇一捺,很像人字。 目与人之间是一个走字旁。 任何事情要被人认识都需要眼睛。 而眼睛又被称为心灵的窗口,所以是一个目字。 那把B字、目字、走字旁、人合在一起是个真字。 三点加一钩,三个点加一个钩是心字。 加字把口放到左面,很像韧字。 加起来就是忍字。 八王二十口。 把八倒过来放在王上。 把二竖起来放到十上。 再把口放到最下面,是个善字。 三个字合起来就是真、善、忍。 这正好和法轮功所倡导的真善忍是一样的。 刘伯温的预言又说, 世上有人行大善,遭了此劫不上算。 意思是说,遭遇这些劫难不合算。 因为目前在世界上有些人在告诉大家怎样躲避灾难。 法轮功在被中共迫害的这二十多年来, 一直在告诉世人共产党的邪恶, 并且让世人三退保平安。 在大地震、非典、大洪水等各种天灾人祸面前, 许多善良的大陆同胞因为做了三退, 并诚心地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而得到了平安、福报。 您好,您好。 您好,您好,您好。 您好,您好。 感谢观看